美國國會行政及中國委員會 簡稱CECC出了一份報告 首度點名香港新律政司司長 建議美國與國際加強合作 這個CECC報告的英文版都挺長的 如果大家喜歡看英文版的內容 最新報告指控香港律政司檢控部門 在處理有關中國國家安全案件時 受到政治因素干擾 並非獨立行事而且有侵犯人權的跡象 報告首次點名江於7月1日 新上任的香港律政司司長林定國 指已經注意到他聲稱不怕被美國制裁的言論 報告建議若發現日後香港的自由進一步受到侵蝕 美國政府與國際社會加強合作實施相關的制裁 這個CECCC在7月12日星期二發表研究報告 表達對香港政府能否獨立對2019年反修例運動以來被捕的人士 進行檢控與否決定的擔憂 報告指香港政府在這幾年來對異議人士和民主派 采取強硬的態度 促使越來越多政治犯人出現 引發外界對香港的法治受到侵蝕的嚴重擔憂 這個報告就解釋了 如果香港政府律政司內的檢控官有真正的獨立判斷 行使這個檢控的法律賦予他們的著情權 被政治起訴和任意拘留的人數量可能會大幅減少 報告指出目前至少有10500人因政治和抗議活動而被捕 香港政治犯人數百度增加 這裏足以印證這些擔憂並非只虛烏有 報告因此建議美國政府和國際社會需要正式上述的現象 加強合作 採取行動 解決香港的法治和人權受到侵蝕的問題 其中包括增加額外的香港自治法和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受權制裁措施 在美國美國的C.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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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你林定閣說7月1號坐了這個位置 今天7月13日就已經開了你的名字 那你見到你就說現在香港老實說法治 基本上跟以前來講 根本是撐天共地 如果不是為什麼這麼多人移民 就是這樣的原因 就是對這個法治沒有信心 所以現在美國或者美帝 你看到他真的很詳細的內容 如果你看看更詳細的內容 看這個英文版 英文版裏面 除了這個林定閣之外 還有很多人名的 他都列了出來 個人意見獨立思考港元 有關 在製造的話 吳